我叫John,我剛在倫敦藝術學院畢業 我主修攝影,回到香港後,想在香港繼續創作 我修攝影時,其實主要是想用相片創作媒介 但到了年3月或畢業後 會嘗試用多媒體的方法去創作 我的最後年項目就開始用植物創作 在未來的時候,也會嘗試用不同的媒介 融入更多大自然的東西去創作我的作品 就是這樣 你好,我是Dave 我也在倫敦藝術大學畢業 我讀MFA,即是Master of Fine Art 我大學其實是在香港讀的 讀藝術學院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大學是写畫 但之後我自己轉為作繪畫 所以,近年就喜歡做木工 所以就開始了我做木工的生涯 現在就做雕塑為主 其實也有組織了一些社區的木工藝術團體 我又代理一些不同世界各地的木工立體的玩具 我自己又做一些木工的傢俬、生活用品 到達到藝術品都有做 現在的現職就是一個全職的藝術家 好,就是這樣 大家好,我是Jason林仲賢 我就是在2019年在英國倫敦藝術大學 CSM畢業 我之前就已經在英國讀了三年的B.A. 當時就在Winburton College of Arts 也讀了三年的Sculpture 之後去到M.A.之後就主修Find Art 那時就開始接觸關於Conceptual Art 我回到香港之後也有繼續創作 除了是繼續回到我之前的M.A.的畫作之外 我也有探討關於香港的社會議題 在這方面我就以自己的角度去出發 用了不同的材料去做一些作品 我就是這個展覽的主要策劃人 這個展覽的題目就叫《距離有三》 我之所以去做這個展覽最主要就是 因為我們三位創作者的作品都有一個核心的議題 就是《距離》 我的作品就牽涉到Google Maps的創作方法 我就透過Google Maps去環遊世界 當中是牽涉到一個比較遠距離 但又可以在瞬間之間 但目的地的方式去創作 John呢 的作品就比較本土 在某個香港某個社區 好像遊資網這些地方 他去理解這個地方對他的感受 或者他怎樣去劏待的地方 這個就是一種距離 而Dave的問題就比較來向一些 他就在問即使在香港 究竟搬來搬去 究竟哪裡是屬於他的地方 究竟他對香港的距離 究竟是怎樣去定義呢 所以我們這三者之間 就可以在這個展覽到 有一個清晰的明確的題目 就是距離 就可以讓觀眾探討一下 我們三個對於各種事物之間 他怎樣看法 有什麼價值 觀可以面對給觀眾的 創作拿靈感 通常都是逛逛街 在那個街道周圍遊遊 就會有一些靈感 因為其實我的作品就很生活的 因為你看到我其實有幾件作品 都是這樣踏起來 其實這些美學 或者這些處理方法 我會覺得很社區 或者是一個很壓迫的空間 你才需要踏起一些東西 這樣去成立到這件事 好像我其中一件作品的自傳 其實就是我在我的工作室 因為我太多東西 所以要踏起來擺東西 然後擺著擺著擺著 發覺有一天覺得 咦? 這個已經是一件作品了 那我就把它擺出來 這些都是來自我每天的一個生活的點滴吧 我主要創作的時候 也有一點跟David一樣 我以前也喜歡到處走走 到處看多一些東西 但是現在就會多了一些 比較生活上的反思 就會想一下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完之後 就要想之後會怎樣呢 這件事我覺得香港 都需要多一些這些反思 尤其是對生活上所有東西 網絡、政治、藝術 所有東西都應該要有反思 那我之後的作品 都會主要用反思這個角度去呈現 譬如這個社會 其實是發覺震驚的一些什麼事 有什麼影響我們的生活 最主要都圍著我自己的生活 那好像今次的作品 其實都是Double Exposure的方式 去搭起一張照片 那最主要想呈現那種壓迫感 就是我拍攝一些很屬於香港的社區 就可以反映出兩邊 譬如尊相其實前後左右 即上下左右看都無所謂 就呈現到那個對藍的聲音存在 我自己都覺得 那我就喜歡去接觸一些 比較新進的藝術家 就好像最近有很多藝術畢業展 我都有幾位藝術家 我都很喜歡 但是要我記住他們的名字 就暫時有點難度了 那另外我就比較喜歡 張開作了十幾年 就是楊河德、小夏 這兩位漫畫家 我就比較喜歡楊河德那種野獸的畫畫 還有一些比較風趣 比較幽默的 比較入獄的方式 比較視覺上 十分之有衝擊感的畫風 我自己如果說本土藝術家的話 其實想起就想起 即是在想著 有誰是跟我有些聯繫 或者味道有點相似 那我就會覺得 下壁傳就會 即是跟我的處理手法有些 我可能是受它影響了 就是 它都是在街上 或者在一些很市井的地方 即是周圍收拾東西 簡單來說 我主要是 其實那些木材 或者是 我收回來的東西 去變成了我的作品 的來源 其實都是來自於 街上 或者其實有很多時候 都是垃圾房 那種 即是我很喜歡收集一些東西 回來 然後可能儲存很久 然後 不知道怎樣 可能儲存了一段時間 都不是為了做些甚麼 只不過是想存起 到達了某一個時間 就會 就可能會變成了一些作品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 很有趣的東西 或者一些 一些很 我自己來說 是個人的經驗 而我覺得 這個藝術家 是跟我有些相似的 那如果讓我選擇 Louse Louse 是一個比較香港 新進的街頭藝術家 其實第一次發現他 那時候是一間叫做 Mine Club 的一個地方 他就搞了一個 Mine Gallery Louse 就有他的作品 其實他 在香港 基本上所有地方 都有他的足跡 就好像貼郵票 周圍貼 雖然他跟我創作 那些東西 就不太相似 但是 你會覺得 他真的融入了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你真的在街上的行 你會看到他存在 而且顏色很鮮明 基本上 你不會錯過他 而且 他不只是在街頭藏作 他自己也有畫畫 或者做人體彩繪 那些 在不同的材料上 做繪畫 都是一個挺有趣的 場景方式 還有他 有時真的 展示一個人出來 然後在上面畫畫 然後 那個人 在周圍走來走去 就已經是多了 基本上 你會有 那個共鳴 就是你在街上看到他 但是 你又在 Gallery 再次看到他 那個奇妙感 是挺特別的 我自己覺得 是 以我的感覺 藝術 就 之所以 沒有斷 或者 沒有停止 繼續創作 主要原因 就覺得 好像是我的心會 一部分 這個是一個 表演肉 我覺得 不能說 因為某些事情 或者是 心會上的困難 而 停止 就可以停止 即使暫時做不到 那 亦都可以在將來 亦都可以發掘到 找回這個想法出來 是想繼續做下去 有甚麼可以 其實我覺得 藝術 比我更多 比我自己 比藝術 我覺得藝術 我讀了五年的藝術 出來 然後 一直 自己做 自己開 工作 自己教 教班 或者 教木工 其實 我覺得 我是在服藝術 所以 其實 那個 這個 就是 藝術包容我 所以 就 如果 我 我覺得 如果我沒有了 是誰 或者我不持續創作 就 不是我 我覺得 是 壓迫 當你一個人 在一個 很放鬆的狀態之下 即我自己 就 真的未必會想創作 但 如果你說 在生活上 一些壓迫 或者 給到其他的壓力 你就會想 用一個 方法去 表達 我自己的感受 有些人 會選擇 給社交媒體 發表自己的言論 或者意見 我自己 就喜歡 用作品的方式 去呈現出來 所以 之前 在英國 我覺得自己的作品 那個 我覺得自己 怎麼說 壓迫程度 沒有在香港 那麼誇張 因為 英國的環境 真的令人會放鬆 但是香港 壓迫 我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某些情況 可以說是推動自己 去更加努力 無論是工作上 學業上 事業上 什麼都好 所以我覺得 香港是一個不錯的創作環境 因為它被壓迫 這個環境是推動你去做一些事情 是 對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現在這個年代 已經 人們都已經很清晰 知道自己 要什麼 我問回 其實這幾年 我認為 讀藝術學院的人 比以前 一倍多 因為 其實 可能是 一個 時代的問題 所以 大家都覺得 可能 我就算 讀一些 別人以為 賺到錢 的科目 但其實 到最後出來 都是 不行的 不如讀自己 喜歡做的事 對吧 所以 我覺得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就行了 你覺得那件事 是 你做成小事 也不悶的 那就做吧 就是這樣 我跟Dave的想法也是一樣 因為我 都算是比較任性 我覺得我們三人 要做藝術來說 其實我覺得 做藝術也是為了自己 是一個 自己覺得舒服的 做法 就要續做 我覺得 不需要聽那麼多意見 我給意見 其實都 大家 其實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 不要給一個框架 給自己 局限了自己的創作 不要說 我要拍照 之後 我也要拍照 我怎樣拍照 那些 我覺得可以放闊一點 還有 我經常覺得 不要說 好去定義 某一件事 因為我定義一些 會很不容易 局限了大家的創作 建議 如果 剛剛接觸藝術的 看多些 嘗試接觸多些不同的東西 就是這樣